那么到了后来 这达阎汉 他一生就是忙着统一蒙古这些哥布 他倒没有 他也没有时间 他并没有和明朝展开大规模的战争 到后来他统一以后 美国就他也死了 他死了以后 他的子孙这些部就有点还是不太恐惧 分裂了 大汉在查哈尔 但是后来大汉这一块并不强 最后比较强 那是达阎汉的一个孙子叫安达汉 这个人比较强 他控制的地方叫图默特 就新乡的核桃平原 就胡浩特这一带 胡浩特这城就是他建的 所以他这一块比较强 这个安达汉有一个图 有一个画像 这画像大概也是后人画的 画的不太对 画的是清朝达版了 但这画像是哪来的 这是我在蒙古国 乌兰巴托 蒙古国家国务馆里面 他放在那的 他在展览的 他应该是有点来历的 也许是一个不是 说不定是清代人话 但是他没有说明 到后来就这个人最强 所以在1551年的时候 当时明朝的资历推报说 鲁球为安达最雄 说金智利主义 要在此一球而已 说他是我们最早的最手 别的那些人都被他感到边缘地带了 或者说他离我们太远 对我们没威胁 但他比较厉害 那么在安达汉的时候 他多次对明朝发起战争 进攻 打的明朝也非常狼狈 特别是在1550年这一次 叫庚序之变 他又冲进来了 而且包围了北京城 围了好长时间 当时明朝的军队躲在城里面 不敢他打 最后他强略一番 自己撤了 以后的人评价说 当时安达时无治中国 说要不然的话很麻烦 就是这个评价说出来一个特点 就是这个时候的蒙古的首领安达汉子 他拼命的和明朝打仗 但是他并没有灭亡明朝 建立统一帝国的这样的一个野心 那他为什么打呢 其实后来可以根据资料来看 他主要是就是为了解决一些物资供应 需要一些农产品 他部落的发展 他有些东西 他没有办法通过贸易去到满足 他需要通过战争手段来掠夺 就是一个要东西 这样的一个目的来打的 所以中古代的这种小数民族 北方小民族和汉族的作战 真是其实很不一样的 有的时候是政治目的 报仇有的时候经济目的掠夺 他就是经济目的 还有的时候就是一种更宏大的那种政治野心 什么征服中原建立 反正这样的情况也有 其实是不太一样的 但这个人他当时他本人连蒙古都没有统一 他好像也没有在征服中原的野心 他就是为了抢东西 这个也有人提出来了 说他来打主要是为了抢东西 说鲁中生死好凡 世事挤养中国 他们现在蒙古 陆落也发展的人挺多的 好多东西他自己不能生产 有很多生活必需品 自己没有办法解决 他只能到汉族这边来获得 最好能贸易 不能贸易就得抢 所以当时就等于是打了好多点 这个目的就是抢东西 但是明朝那方面可不太了解这个区别 明朝也搞不清 不知道你为什么来打 就知道你又来打了 所以明朝就是特别加紧的防范 而且这个安达汉 其实每次都和明朝提出要求来说 他要求的都是这样的 他不是要求贸易 他说我要求进贡 为什么要要求进贡 因为在那个时候 主要的贸易形式是朝供贸易 特别是这种明朝官方的这种贸易 他就是朝供贸易 说你来进贡 送我一些东西 我给你赏赐 我回你一些东西 通过这样一个办法来达成贸易的 这样的一个结果 他提出要求进贡 明朝根本就不相信 他是阴谋诡计 说他老打我们 没有提出进贡了 不可能 肯定是花蕉 就是花招 麻痹我们 让我们放松战备 然后他来一个偷袭 什么再冲进来 所以明朝对于他的各种进贡要求 一律不律理睬 都是大会线 或者说有的时候 只允许小范围的一个进贡 限制人数 限制次数 限制规模 不给他很大的口子 这样的话 他的贸易需求 怎么也满足不了 所以他只能接着打 双方就等于 其实是有点误会的 特别是明朝 对于他的误会 还是比较大 但双方好像也沟通不了 就这样打了好几十年 结果这个事到最后 到了1571年 终于解决了 又有一次偶然事件 因为他们家的家庭纠纷 他孙子离家出走 跑到明朝来了 最后明朝 就为这事 把他扣为人质 和他谈判 然后说 因为明朝有很多人 他跑到他那边 要求交换这种 这样的一些逃亡人口 后来就谈判 最后一谈 还谈成了更多的结果 就是说 原来你不是要 给我们 你就是要抢东西 这个还可以谈一谈 谈的结果就是 和平协议 就签订的龙庆合议 龙庆年签订的 就是说 封他为王 把他那些子弟 都封了一些官 然后给他比较大的 进贡的这么一个机会 让他每年来进贡 规模就稍微大一点 同时 在研编 开放贸易市场 老百姓就自消逸 结果 结果怎么着 就这一下 居然就把长期困扰 明朝的背方的威胁 就基本解决了 过去明朝多么头疼 这个事情 苦不堪言 还要飞那么大地去修长城 就是为了防御蒙古 但是到现在 结果没想到 就这么一次台湾的解决 所以后来 也是一个挺讽刺的事情 到最后明朝 最后的一二十年 明朝就对蒙古来说 蒙古对他没有什么威胁 他就不防御蒙古了 他得飞进去防御满族了 东北那边又出事了 但是这个事情 就是说是在157年以后发生的 所以后来还真是就说 就和平了 这就是蒙古的农庆合议的情况 有很大的变化 在这一段 还有很多重要的事情 就包括喇嘛教 喇嘛教 特别是他的皇教传入蒙古 这是一个很大的事 这个对以后的蒙古也很有影响 对以后的历史发展 喇嘛教 待会可能还要提到 就喇嘛教 它是有派别的了 过去在元朝那一派叫红教 俗称红教 后来这一派 达赖班禅 他们这一派叫黄教 这两派别不太一样 那个红教是那种 就是从秘中发展来的 它原始的那种巫术的色彩 稍微多一点 就是那种神秘的东西比较多 做法式 什么一些 一些特殊的修行方式 一些神秘的东西比较多 那个红教在元朝有影响 对蒙古 特别是元朝皇帝都信喇嘛教 都拜喇嘛为师什么的 但是呢 对蒙古的老百姓 那时候这个喇嘛教 也没什么太大影响 现在事隔多年 到了这个十六世纪初了 这个是这个一五多少年了 这时候到十六世纪 这时候呢 在西藏呢 那个喇嘛教的那个黄教 已经起来了 起来了那个红教 这个黄教也在对外传播 这时候呢 蒙古又比较强大 蒙古又在向两侧发展 有一批蒙古人进入青海 结果呢就和这个西藏又撞上了 最后呢 这个交流的结果 就是这个黄教就慢慢慢慢的 渗透到蒙古里面了 包括这个鞍大汉 他在位的时候呢 他就曾经进入青海 他有一次带兵进青海 在那个地方 他就见到了一些黄教的高僧 后来他就 对他们所折服 就决定他要皈依这个喇嘛教 到了1578年呢 这个鞍大汉和那个 当时这个黄教的一个领袖 就是后来的达赖三世 有一次会见 会见之后呢 双方互赠尊号 那么现在著名的这个达赖 这个喇嘛这个称呼 是由蒙古人 安达汉 献给这个 就是由他提出来的 所以因为我们都知道达赖 班禅 那这个词 达赖是个蒙古语 并不是藏语 实际上 它是一个最早是蒙古人提出来的 就当时西藏的这个黄教 他们已经有这种转世灵童 这样的一个继承办法 所以说他人家的灵童 已经转到第三代了 到第三代了 被人尊为达赖 所以后来又把这个 一二代也都尊为达赖 一世二世什么的 其实他一开始并不叫达赖的 而当然这达赖呢 也给了那个 安达汉一个尊号 什么什么汉 就等于是 他们有一个合作关系 在这个事没多久之后 安达汉就死了 死了以后呢 他的安达汉的曾孙 被确认为三世达赖的灵童转世 因为当时那个三世达赖 亲自来给安达汉主持这个火葬 主持办以后 安达汉这个达赖还准备到 查哈尔那边传教 但是这时候他突然 那个病死了 病死以后呢 过了一段时间 蒙古部落里面出生了一个小孩 是安达汉的曾孙 被确认为说 他就是那个达赖的灵魂投胎 结果他被确认为灵童 成为四世达赖 所以一个蒙古的小孩 被确认为四世达赖 这是在藏族的历史上 也很重要的 就是说这个达赖 历在达赖里面呢 都是藏族人 只有一个人不是藏族 那就是这个小孩 四世达赖是个蒙古人 这个事呢 也是特别大的推动了 这个藏传佛教 喇嘛叫的皇教 在蒙古的传播 所以这个 这是以后一个很大的事 当然这个事 对于这个蒙古的那种文化来说 很重要了 它对于那个中原 好像看上去没有什么直接的意义 但其实也有些意义 就是说这个朗族教 后来在蒙古发展起来以后呢 对于蒙古的那个长远发展 特别对于他的那种 这种这种人口增加也好 或者是那种上武精神也好 都是有很大的消极影响 因为什么 因为好多人出家呀 出家人 这个人口就 繁殖率就低了 然后呢 信了这个皇教 每天念经拜佛的 原来那种上武的 彪悍的那种风气啊 也有所削弱 所以后来蒙古没有变得太强大 这还是有点关系的 这事甚至于后来 连这个明朝人都觉得是 当然他也认为这个关系不是那么直接 但他认为是有间接关系 所以他还很高兴说 佛教 知由于国家如此 佛教真是个好东西 说那个 你看他传到蒙古那边 现在他们的也都没有那么过去那么凶猛了 那个那个那个 好像上武的精神啊什么的 没有那么强了 所以他就有好多的影响在里面 这就是这个 后来的情况 那么到后来呢 明朝后期的历史 反正基本上是这几块 但是好像边境线呢 又稍微的被往南压了压 然后呢 达达这些蒙古人 你看有一些人进入了青海 这边发展起一拨人来 所以跟那个 七藏那边的 佛教的联系 主要是中国这拨人为宗介 引进的 瓦剌还在西边 这就是以后的历史 当然以后的历史焦点呢 就转到东北去了 因为明朝就是这样 他一直是被这个南窝 北鲁所困扰 但是到他最后呢 到他晚年的时候 南窝北鲁全没了 他起冒出来一个新的对手 最难的对手是这个女真 这也是他始绕不及的 在大部分时间里面呢 他的对手都不在东北 而在这个南方的北方 下面我们讲第三个问题 就是窩患于明后期 沿海形势 就是那个 这个这个这个 南窝的问题了 南窝的问题 可以分几个 几段来讲 家境窩患 就窩寇以家境时期 最为严重 然后呢 援朝之意 在万历年间呢 由于日本入侵朝鲜 引发了中国这边的 一个救援行动 中朝联军和日本大战一场 是第二个事情 第三个事情 是到明后期呢 沿海的形势 有点新的变化 包括中国海道的崛起 和西方的列强的 向东的扩张 这些事都发生了 这是以后的事情 首先是家境窩患 就是这个倭寇呢 你要说他的来源 很早 发展的历史也悠久 在元朝末年 明朝前期都有 但是真正的 最厉害的时期 是在明朝中叶 家境年间 关于这个倭寇的研究呢 很早就有一些 就有人专门写过这种专著 就是很全面的 对这个线索进行过梳理 它的约缘是很早的 我们可以看到 在元朝人就写过这种诗 叫做 岛一出没如飞船 左手持刀又持盾 大驳青搜海上行 华人未见新鲜云 这涡扣是很厉害的 它好像那种 出没于这种波涛之中 来去都速度很快 不可预测 而且它又 把起战略比较凶猛 破坏又很厉害 稍稍强烈 这些方面对于当时的严海运势的居民 都是一个很大的威胁 所以早在元朝这种字的记载就有了 明朝前期也有 但是总在说 你说这个倭寇 他还是这样 虽然他就有 但是他相对来说 还是一开始人还是不多的 规模也比较小 偶尔出现一次 不会说三天两头老来 不会这样 什么时候变化了 就到了明朝中叶 家庆年间 突然变了 突然多起来了 然后三天两头来 一会儿这来 一会儿那来 就搞得你不得宁日 就这样一种局面 是在明朝中期 关于这个问题 刚才提到这本书 有一位很老的学者 叫陈茂恒 这还是一位女学者 是民国时候的写的一本书 后来出版 叫明代沃口考略 这本书里面 就整个对这个问题 做了很前面的归纳 可以说在那个时候 沿海地区 北到什么山东 南到什么广东 整个东部的海岸线 全面的受到沃口的袭击 所以它不是一个地方 反而是非常多的沃口 一会儿这来 一会儿那来 简直就是乱得不可开交 这时候这个沃口 有什么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什么 有大量的中国人加入 要不然它没有这么多 哪有这么多人 突然变得声势这么好大 分支这么多 而且这么频繁 是因为有大量中国人加入 那么当年 他的研究这样写 说日证不休 内乱相踪 贪腐武士 习欲掠夺 以林为赫 利用一样 汉奸向导入寇 捆载归岛 驻想其成 沃口怎么来的 沃口都是些零散的武士 就是他们在日本那 无以为生 只好靠出海抢劫 当海盗 当海盗呢 你在海里面 你平时你怎么钻 你也没有东西可抢 你必须得到 有人的地方去抢 到中国来抢 而且他们如果没有 中国这边的人做抢导 他也恐怕 抢法也不顺利 总得有点人和他勾结 就是沃口本来是这样的 但是这个不多 但是到了这个嘉靖年间呢 这个边防比较废持 而且呢 边防地区的那个 各种社会矛盾也比较复杂 所以呢 边疆地区的很多老百姓 相聚而从窝 这就麻烦了 这下这个沃口的声势 就大就来了 所以人就成倍的增加 就这下变得很耗大 这是一个特点 第二个特点是 这个时候沃口虽然规模很大 但是呢 他没有一个总领导 没有一个总核心 他来自日本 但是来自日本的不同的地区 不同的都侯 没有一个总领导 所以他是不组织的 是很散的 很随意的 所以呢 他尽管是跟你破坏的一塌糊涂 但是他对你没有 不会有更直接的威胁 因为他没有一个总的核心 没有一个有计划的 这么一个 不是一个有计划的侵略 而是一个 零散 还是以零散的掠夺为主 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在明朝中期是这样子的 那个 关于这沃口 有好多资料 说这个沃口如何如何的勇猛 五十道精神 就是那种玩命 大乡的不怕死 说 窝贼勇而杠 不慎别生死 搞不清生何死的区别 就是 大乡就光着绑子 扔着大刀 前面就猛冲 所以据说是 打死来是很费劲的 就是在沿海的地区 有一定的威慑力 当时是出过这么一个事 争贡之意 在嘉靖初年 当时日本的两个猪猴派船队来炒供 来做生意 俩船队在宁波的海港 要征实先上岸 实先上岸就进入到一个 东西摆着 实在先挑的问题 所以就征得很厉害 按说应该先来后到 对不对 但是后来的这拨人 行贿给明朝官员 结果他后来的反而先上岸了 结果这下就先来这帮人不干了 一下凶性发作 就开始 轮起刀了 就开始杀人和抢人 最后这帮 就是一帮日本商队 但他们带着武器 结果这帮日本人 一直从宁波 一同乱杀 杀到绍兴 杀得够远的 然后又抢了不少东西 又沿路杀回去 坐船跑掉了 这个事 是当时很糊弄的一个事 就是说明朝整个边防很有问题 当然没有任何防备 打不过这样一波日本人 就是被他如如无人之境 而且好像就是 后来这些日本人也发现 中国边防并不可怕 海防其实没有什么战斗力 所以他就引发了 进一步的掠夺的 这样的一个欲望 而且这个事 一下就引发了 明朝中央的震惊 明朝中央就觉得 怎么回事 明明是做生意 怎么打起来了 就觉得 看来日本这些人考不住 我让他进攻 他还打我们 我以后跟他断绝关系 又事情 海进 封起来 朝贸易停了 一停的话就更不糟糕 一停的话 他这些 一个就是日本那边 得不到东西就更要抢 再就是他整个把 沿海的 私人海外贸易给封了 这样的话 沿海的私人海外贸易 这帮人 走透无路 他就要走私了 走私以后 而且为了抗拒 镇压 还得跟官军对打 这样的话 等于你搞出一批中国海盗 然后这些人 又跟日本 很容易结合 一结合的话 阿们 没关系